继续回到环宇全世界 美国财长叶伦18号 在瑞士和中国大陆的副总理刘鹤 两人面对面会谈 针对经济发展 还有两国之间的深入 沟通交换意见 路透社是这样报道 那么认为说呢 这次会面呢 也是去年啊 这个席拜会当中呢 中美双方承诺要尽力 缓和紧张关系的一部分 还记得吗 去年这个席拜会之后呢 陆续有中美两国防长的会谈 那么这次呢 刘鹤碰上了叶伦 在瑞士见了一面 布林肯现在也传出 2月5号跟6号 两日要访问中国大陆 双方现在看起来 似乎呢 都是希望能够落实啊 这个把关系 能够尽量的缓解一下 好 中美2023的关系 我想先请教三位来宾啊 三位老师 您觉得2023中美的关系 将会趋于和缓 您是乐观的请举圈 如果还是不乐观 请举插 好 这个施董乐观 来我们先问一下 大师总为什么 我觉得 当然不会一路的 就是风平浪静啊 可是事后 释放出的讯息很明确 这阵子最大的风波是 日本跟美国两国的元首才刚 日本首相跟美国总统才碰过面嘛 日本方面把这次碰面 定为是美日关系历史上的 最重要的一个里程碑啊 在这样的一个气氛底下 我们看看中国外交部 在这之后 连着两天的记者会 16号17号 对于日方的 日美的一个谴责 基本上就是老调重谈 没有加上新的形容词 也没有对他们的这次谈话 做一个出乎我们意料之外的 特别的一个政治定调 所以就是说 这是一个言语上符合比例原则的 一个回应 也就是说 中国基本上很有信心 尽管美日这样子做 然后他们因为有内部政治 民主国家有内部政治的考量 他们该表态的表态 岸田也才刚刚上台没多久 拜登把面子做得有他等等 这方面表示 中方基本上都还可以接受跟 接受跟忍受的一个程度底下 好 骂一骂之后 接下来就要把他拉回到 应该要走的轨道 我是这样子认为 就回到务实来处理 两国之间现在的紧张关系 不过杨老师刚刚是举叉 比较不乐观的 怎么说 2022去年是中美新冷战元年 那这已经是个结构性的竞争对抗 它不是过去零和的冷战关系 那这种结构性的竞争对抗 表现在军事 经济 科技 尤其是三个层面 还有地缘外交 那这个结构不会改变 是 今年它只是 在就是缺乏护栏的情况之下 增加这种护栏外交经济 看看军事上能不能够建立一个 就是说分歧管控避 避免碰撞的护栏 那因为各自的这个利益 其实很多还是交集的 可是两国基本上的大方向是这个竞争的 甚至是对抗 中间不要忘记 你在整个西太平洋 或者是印太战略当中的军事的这个对抗 会走向更激烈 那在台海 在东海 尤其是台湾面临到这个总统大选的这一年 一定会有一些因素会进来 所以我觉得其实上半年他们会去修复一些东西 大概到了这个年中的时候 可能就会有一些问题出现 年底的时候通常是经济议题会浮现 可是台湾进入到选举 所以我觉得其实我并不是这么的乐观 现在看起来气氛似乎是不错 就是从这个刘鹤跟叶伦两人的会面 彼此好像是蛮以理相待的 不过接下来您看就是 包括布林肯要去中国大陆 借人秦刚 还有您刚刚有特别提到就是说 其实有一个关键是在今年的7月是8月 这个昨天郭委员还特别提到说8月 大家现在是预料说 这个众议院的议长要来访台 对 这个会是一个很大的变数 对 在此之前5月在广岛的G7 G7已经不是一个经济论坛了 G7根本是个战略的同盟了 对不对 你看这个岸田走了一圈都在谈军事问题 走这些这个G7国家 所以我觉得5月开始就等于是把整个西方国家 日本美国然后呢 这个变成一种快撞的战略同盟的这种关系建立 然后呢持续开始会做一些强度的军演 军备也会增加 那进入到8月如果说麦卡锡来 不过麦卡锡来我觉得可能难以避免了 但是呢拜登政府可以 还是跟上次一样说我有劝他不要来 另外他也说他是反对党 他不是我这个拜登政府 民主党政府里面的成员 但是呢在选前这个麦卡锡来 那另外解放军怎么看待这个 绝对不会比佩洛西来的时候更轻忽他 一定会同样或者是更高这个更严峻的这些方式来处理 您刚提到一个重点啊 就是说佩洛西来的时候起码是同党 就已经拉不住了 那如果是不同党那不是更拉不住了 所以这就是一个很大的变数了 那但是在时间你说G7也是一个值得观察的点 我进一步请教一下文贾老师 因为我们来看的是 我们讲说中美两强 因为真的是全球关注的两大国 那刚刚讲到说刘鹤跟叶伦的会谈 当然就会让人想到要提起的是 中美之间的这个贸易战 其实贸易战一直在打 但是可以看到是美国截至到2022年 11月的这个官方数据 你可以看到2020年 2021年成长 2022年估计还是成长 那么2022年11月的官方数据预示呢 到今年就是2023 2月7号最终报告会出炉 出炉的时候呢 这个预测的结果是 2022中美之间的进出口总和 将会创下历史新高 或者是至少非常接近破记录 那么根据北京公布的全年数据 显示中美的贸易额创记录达到 大概是7600亿美元 根据数据显示呢 中美贸易额创记录 那这是不是代表说 我们常听到这个中美贸易战 其实已经是名存实亡呢 我是觉得说 其实中美贸易的创新高 其实也是在呈现一件事情 就是美国是现在全球最大的一个需求国 然后呢这个中国是最大的一个供应国 就是世界的工厂嘛 那因此呢 即使中美这个贸易大战 虽然如何如何在展开中 但是实际上 在经贸上的供给面需求面 其实它的结构面是没有改变的 但彼此的需要嘛 我刚刚讲到的 其实美国家都是为了安全跟利益嘛 当利益结合的时候 当然就会去加强它的贸易 但是如果安全问题 当然就会对抗 这是我想这个趋势是没有什么 我觉得应该是 应该是把它分开来说清楚的 那此外呢 其实贸易呢 其实代表一个国家 当然是很重要的一个指标啊 只是我觉得就一个全球化的话 可能有四个指标 一个当然是物品的一个贸易 然后一个人 人员流动 金元金钱的流动 还有技术的流动 那显得一见呢 你虽然这个贸易是多了 但是实际上 人慢慢的就撤了 慢慢钱 慢慢也都不进大陆出来了 还有它的所谓的供应链 也就是任性化就是要去中国化 那加上呢 这个技术的部分 技术部分 包括美国现在推所谓的晶片 这部分 要联合台湾美国日本跟韩国 等等这些呢 其实我们应该是来看待说 当四分之三要拆火的时候 四分之一 当然是它结构性是需要的 所以我觉得它的这个贸易 虽然是 虽然是有增加 但是不代表说中美 这个贸易 这个所谓的它贸易战 不会再 不会降低 而是我觉得它的升高的 大的机会更大 况且呢这个印太经济架构呢 其实它的威力还没发挥出来 那是当五月份提出的 到下面发挥出来 所以我觉得我们还是 抱着比较这个悖观的立场 其实中美的 不管是军事外交跟经济 其实都会越前越远 就是对立归对立 但是这个贸易额 还是逐年的增加 这是一个趋势啦 对不对 是 那个是2021的时候 美国对中国的贸易利差 就创历史第二高吗 就是说尽管两边表面上看起来 炒得那么严重 那我觉得2022的数字 这显示一点 就是说因为中国的产品相当的多元化 从仿制品到三星 这个都是向往美国的一个大宗 这个是美国需要的 这个跟美国目前要喊的脱钩 或者是晶片制裁 基本上是没 是比较没有关系 因为不是所有的三星产品 都需要用到那种巨石用途的晶片嘛 或者是人工智慧的一个晶片 那我觉得经济基本上是政治的压仓石 当美国希望中国在贸易上面做一点回馈 尽量弥补贸易利差的时候 你说美国在政治或军事上面 他也一定要想办法 说实在也要给中国一点面子吧 他也一定要有想办法 在内部的一个控管机制底下 如何让两边的冲突不要升高到一个 无法收拾的危机的局面 是 进一步请教施董 因为这次这个叶伦跟刘鹤会完之后呢 他就要再往这个非洲进行访问 那么叶伦的访问呢 这个外界预期说呢 会不会有什么样的变化 当然两人的会谈内容呢 有没有触及到这个债务议题 那这两天有一个报导出来 那讲到了非洲 客观来看呢 现在中非之间的这个贸易规模呢 大概是美非之间的贸易规模的四倍 所以呢 中国跟非洲是美国跟非洲的四倍啊 所以其实是颇大的差距 那北京显然是成为这个提供非洲国家低廉贷款的重要债权人啊 不过当然也传出有部分的非洲国家 比如说像是星巴威也好 就已经传出表达对于中国大陆的贷款有些不满 然后寻求呢其他的替代方案 那美国呢想要就中非的债务问题跟中国谈 然后呢是不是要带着这个谈好的礼物呢 到非洲 因为看到在叶伦去之前 秦刚才前脚刚走 现在叶伦后脚就去 所以您觉得美国现在在打什么盘算 我觉得秦刚会去的这个是中国外交部 他的整个历史传统啊 首站一定是要到非洲 开年进去 对 一定要到非洲 那叶伦去他会带什么礼物或释放什么讯息 我觉得在去年年底 就是12月13号到12月15号的美非高峰会 事实上大概已经定掉了 所以现在叶伦去 借着去年的高峰会 我觉得叶伦这次去就是执行去年高峰会的一个决议 首先要扩大贸易 这个对美国 当然美国也需要非洲这样的市场 另外其实就是在数位转型 还有能源投资方面 美国的策略我觉得就是很清楚了 我借你钱 我投资你 然后我赚你钱 但是记得你也要还 所以这是美国带去的礼物 也是对美国有利的一个策略 相较下来 这个美国却是现实一点 这个中国大陆因为经营非洲多年了 不过就是一直以来我们也在讨论一个问题 就是说到底美国这样子 我们讲说亡羊补牢的话 有没有办法拉回非洲这边 他们原先的这些关系 看来似乎是蛮难的 我们等一下回来 要来关心的是在日本 日本呢 大家知道这个岸田文雄呢 其实在一月份呢 就是走访了欧美五个国家 风尘仆仆 马不停蹄的 以G7今年的东道组身份来访问 但是现在却传出了在日本国内 前首相菅义伟颇有为辞 怎么一回事马上回来 欢迎回来这段的焦点在日本 岸田文雄组阵的日本政府 持续增加在台海呢 至于呢整个东亚的军事展现 但是日本国内的气氛又是如何呢 我们先不说日本人买不买单 但是你看到了岸田目前所带领执政的自民党 他呢也必须要充分整合整个自民党内的意见 才能够推行政策 《产经新闻》就报导说 日本前首相安倍纪三 在位七年八个月的内阁官房长官呢 都是同一个人 那我们要说的就是 后来当上首相的菅义伟 菅义伟最近在节目当中受访的时候 就表示说岸田首相借由增税 来增加防卫费负担的决策 他认为操之过急 那这句话 我要请教一下文家老师 菅义伟发声了 然后他认为目前岸田 因为要增加防卫预算 然后呢要增税 他就给了一个操之过急的注解 您怎么看这件事情 我想菅义伟呢 长期作为安倍的最重要的一个忠实盟友 其实他讲这句话 其实有他的意义在 其实应该是先这么讲 其实安倍壮之未愁呢 其实不是重点是修宪 因为他企图要把这个先往第九条 就把这个列为这个就是 有真正的军队 最正常的国家 而不是去征税 而不是去提高所谓他的这个 这个国防预算 所以我觉得这不是这个安倍的一致 安倍一致是想修宪而已 所以菅义伟认为是岸田曲解了安倍的意思 第一个除此之外呢 其实这个他讲这句话 其实知名党有不同的声音 比如最近有到台湾来的这个 这个知名党的这个 政调会的会长这个狄生田 他也认为说其实还有其他方法 不知只有征税 那此外呢 其实就我的观察以前的经验 我们来看起来 其实他讲这句话 也有他的这个选举考量 因为我记得记忆深刻在1989年 那时候这个竹下登内阁 他要本来日本是没有消费税的 后来变3% 结果三个月之后 这个参议院就大败 然后再接着1997年 那时候这个乔本龙太郎 他说这个我们把3%变成4% 结果呢后来隔年这个参议院也大败 结果后来也下台了 那所以我是看这个状况的话 那当然菅义伟他是非常的忧心 因为毕竟历史会重演 那我认为他是表达各自的意见 因为我觉得他其实没有声音的 他只是说啊 这是党的一份子嘛 讲出来 但是我觉得自民党呢 他的派系里面呢 其实虽然在这个 在竞争之后 他们还是会合作 因此我想他们 在这个什么有利的一个整合 或是一个运作之下 我觉得他们最后 还是会讨论出一个 不管党内 或是说这个日本民众 都能接受的一个答案 菅老师也是日本专家 因为我们看到说 因为防卫的这个预算要提升 GDP从0.9嘛 然后增加到现在是1.1 然后目标是2%啦 但是民意的反弹是很大的 刚刚文家老师有提出他的观点 可是可以看到是岸田等于算 内外夹几 不能说是夹杀 他也面对这个党内 包括现在刚刚提到这个菅义 提出了建言 你怎么看 去年年底 他提这个安保三文件 然后呢预算增加超过GDP的2% 我觉得这是 他上来之后 14个月15个月才做的这个决定 代表的其实是美国的大战略 加上安倍的一致 其实讨论很久 但是呢 岸田在想怎么样可以去不接受 或者怎么样某部分的接受 但是我觉得他最后是完全的接受 而且他现在转变角色 变成像是以前的澳洲的 Morrison政府那个态度 您的意思说他最后妥协了 他接受了 看起来不只是妥协 他等于是自己内化 然后呢把它视为 接下来下一个阶段 日本的安全政策的一个新出发 也就是说日本现在要在 美国的西太平洋 以及甚至全球某种程度扮演 一个重要的这个角色 你就必须要有钱 然后呢 要有足够的这些军力 那 但是他现在的关键是 这个钱哪里来 因为 本来去年的5.4兆日元的防卫费 今年已经变成6.8兆 是 然后呢目标是要在2027年 达到11兆 那才能达到GDP28 所以6.8 这样不断的加5年 加起来43兆 也就是说11兆的这个 这个防卫费跟去年比起来 就是一倍嘛 一倍你可以做很多事情 不得了 所以这个会一个很大的变化 那钱怎么来呢 的征税 法人税 这个香烟税 或者是发工债 以及调整政府预算 他现在征税这块法人税 就企业税 那还有消费税 消费税日本的现在是10% 可是你知道大概是2019年的时候 从8%变10% 那已经是吵了半天了 现在变成多少 他现在讲法是14% 根本不可能 根本不可能 我觉得不可能 不只是下台 自民党都会 政权都会有问题 这是围棋到岸田的自己的本身的权利 但是他的总裁任期是到明年的9月 他是希望能够到明年的9月 明年9月还有一年 这样一年多的这个时间 我觉得这个他可能太理想了 目前他的支持率不到30 所以后面 但后面接地的人会更强硬 像是和解太郎 这个态度是更强硬的 所以基本上 其实日本要走安全新策略了 这已经是固定的 因为当日本要提出这个方案的时候 他应该是不断的模拟 你不断的在做这个考虑 但关键现在是怎么跟民众交代 你现在已经看到自己前任首相 交棒给他的首相已经强烈反弹了 所以这等于是 自民党内部的一个警告 不要说立宪民主党 立宪民主党反对党里面 虽然只有5%的支持率 可是他里面有一些 其实跟自民党是立场很近 但整个这个政党是 跟共产党完全在一起 强烈反对增加预算 也强烈反对增税 现在案内还有一项事情 除了我们刚刚提到这个 因为防卫预算 要增加这个增税这些相关的议题 还有一个就是 让国际甚至都会引发争议的 就是说呢 最近传出日本政府要决定 把这个福岛的核废水 那今年的春夏 大概月末是这个时候呢 要排入大海 日本内阁官方长官松野博弈 国际就表示说呢 他们已经提出了具体措施 他们是说确保安全 跟消除有关安全的疑虑 所以大家放心 但是国际原子能这个总署 那也在排放前 已经发布了相关的报告 好马上看到的就是1月18号 太平洋岛国论坛已经发出了声明 敦促日本延后将废水排进海中 这个日本排福岛的废水 我相信其实周边国家一定都非常的紧张 会影响哪些后续的这个外交的风波呢 文老师您观察 我觉得说起来实在好 既不安全 又心理上没办法克服 不只是日本自己国内 现在周围的国家 包含南太平洋国家都在反对 我们台湾一定要表达出这个意见 我们的余命已经表达反对了 因为在这个2011的这个311事件的时候 其实已经有80%真正严重的放射性这个废水 是当时就第一时间排到太平洋 而且沉到太平洋底去 那你现在持续累积已经大概加起来137万吨 他现在说把将近125万吨 要分30年排到太平洋里面去 环保组织谈到的川.129 有致癌物的这个490 这都是在70%他们所做的这个调查当中 就是说废水的调查当中 70%是超标的 我不知道是真是假 但是环保团体其实这个东西都影响到他心里嘛 你吃的海洋的这些海鲜鱼类 会不会影响到安全 你不要忘记我再次讲到 这发生事件的当下 其实它有80%的这个废水已经排到太平洋底 那现在就是他觉得 因为的确你如果看那个Google 那上面很多的那个水槽 大概几百个这个水槽 137个 那盖更多水槽啊 你为什么提一定要到到海里面去 为什么执意要排到这个废水槽 就是自己本身东京电力公司的一个事件 你不能让全太平洋 尤其是西太平洋 这些国家的渔民 以及我们这些一般的老百姓 来负担这样子的心理上的压力 不管它安全是怎么样 曾经刚刚提到台湾 其实也可能在影响的范围当中 我再进一步请教施董 就是针对这个福岛核废水的排放问题 那已经看到了太平洋岛国这个论坛已经发出声明了 那当然台湾这边的话 我们如何去表达我们自身的立场 跟对这件事情关切的态度呢 我觉得台湾政府现在执政的民进党政府 应该严正的向日本表达台湾人民 对这个事情的担忧 而不是第一时间跳出来 主动帮日本解释这个议题 我觉得民进党政府在面对日本的时候 常常都有一点本末导致 忘了自己的立场 对 台湾因为亚太情势 有它的一个特殊性 两岸关系有它的一个特殊性 需要很多议题上面需要日本的一个支持 但是偶尔跟日本斗斗嘴 才能让日本重视你 而不是一味的顺从 人家反而觉得你可以予取予求 那我觉得像过去我们后来跟日本 有签了那个渔业协定 妥善了除了钓鱼台周边的 那个渔民权益的一个问题 这个之前也是先有一些冲突 也是先有一些吵架 你才能走到这个地步嘛 你一直以为说台湾是要当一个日本的软男 一切都为你适从 结果人家只把你当作工具人 我觉得这个不对的 最主要是说日本这个做法 不…刚才主持人也提到 这不是唯一的处理方法嘛 对 为什么你日本执意要用这个 会引起各国反弹的方法 日本你清楚地解释 刚刚那个比喻真好 这个不能只是当工具人 重点是 因为刚刚杨老师也提到 就是台湾渔民的权益 还有包括说 其实影响的也有可能是 食用未来这些渔货所有的百姓 就是台湾这边民众 在你的骨头里面 在你的这个就是说身体里面 那你是不是有足够的 这种排放的机制 这都有很大的问题嘛 对不对 我们以前朝这个什么塑化剂 或者是相关的这些问题 我想食品安全 真的是绝对不能妥协 是 文夏老师呢 针对这件事情您的观点是 我观点是 其实日本 他其实议题两年前 就在讲了 那我是认为说 其实他虽然也经过 这个一个科学的评估 然后包括这个 我觉得这个国际原子能总署 他也表示说是可行 但是我觉得日本 他没有说清楚讲明白 我觉得他的宣传不够 那你觉得他应该更说清楚 讲明白 把一些他所谓的这个 他的一个评估的报告 或是有其他的提用方案 也可以一起来提 不是说唯一的是 把牌到这个海水面去 而且这是非常特别的 因为本身呢 它是一个 本身是一个 这个91的大地 31的大地震 然后呢造成这个 所谓的它的融新制融 所以有大量的这个方式性 那如果说放在这个所谓的 他们岛内或是陆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